为了让民众欣赏到优美的西画艺术创作 文化局从12月1日到12月30日 在中兴新村虎山艺术馆一楼展览室 推出取名修纸服的《叶真君西画各展》 文化局表示 这一次展出的25幅作品 都是画家笔下精心彩绘的佳作 相当值得一看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 享受难得的艺术饗宴 为了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接近艺术文化的陶夜 文化局特别邀请到西画艺术创作画家叶真君 前来中兴新村虎山艺术馆一楼展出西画个人展 画家叶真君表示 这次作品主题内容就像是收纸服 在乐谱里是用来标记音乐的暂停或是休息 也用来制造下一段不同情绪的音乐 绘画对创作者而言是兴趣输要的方式 调配着不同的生活 展出作品的丰富颜色 就像生活中各种事物 展示创作者对于绘画呈现出衔接下一段 不同的生活 身份 前来参观的民众对于画家所呈现的作品都赞不绝口 无论是人物特写以及风景 花鸟等主题彩绘 一笔一画都勾勒出作者主题会演的用心及绘画技巧 和参观者能够产生共鸣及互动相当不易 听说这作者的那个年纪还很年轻 可是我发现他的线条非常的成熟 就是明暗度表现也很好 就是对人物的刻画就是很生动 那色彩很缤纷 今天看那个风景画 真的是画得很美 有时生前都出来画就很立体感 然后人物他就是跳动的感觉 就感觉出来说 就真的有在跳动的感觉出来 有情境感 好像就在现场看到 真的有在跑步的 蛮生动 然后马的话 奔跑的那个好几步是马的那个 他也是画得就很真实这样子 文化局表示 叶振军西画个人展 专期从即日起到12月30号为止 欢迎喜爱西画艺术创作的朋友 能够播空前往参观 来一趟难得的艺术之旅 再来一趟能够访